女子为救回植物人奎正疯狂工作赚钱,却差点丢掉性命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城市国度的爱丽丝》,秀南有着坎坷的命运,人生充满波折,在学校就读期间,秀南拼命学习考试,取得一大堆资格证,结果毕业之后只能到一家小工厂上班,还整天被上司骂,本以为能飞黄腾达,谁知却落到这般境地。 秀南心情陷入低谷时,同时奎正及时出现,并给予心灵上的安慰,不久后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,奎正是个善良的男生,只是听力不好,经常要带着助听器。 终于有一天,奎正的听力完全丧失,再也听不到周围的声音,秀南拿出存款2000万韩元,用来给奎正做手术,在耳朵旁只入一个耳窝,但是好景不长,在奎正工作期间,耳窝突然出现噪音,导致一时间分神,三根手指随即断掉。 秀南和奎正坐在车上气不成声,事故发生后,奎正的精神遭受打击,与秀南也不愿交流。 为让生活回到从前的般快乐,秀南决定努力赚钱买套房子,因为那时做手术时,奎正是拒绝的,比起听力,他更想要房子。 于是秀南夜以继日奋斗在工作第一线,有时到豪华套房干保洁,有时则到食堂起碗切菜,每一天的忙碌令秀南显得疲惫不堪。 最后,秀南到银行贷款,一亿四千万韩元买房,因为不管再怎么拼命,依旧赶不上房价涨的速度,他撑不下去了。 房子买好了,生活本应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结果一天秀南回到家,却看见奎正上吊自杀,他赶紧拖住奎正的双腿,不停地喊着救命。 最终,奎正勉强活了下来,但却变成了植物人,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纹丝不动。 医生建议秀南,已经无计可施,建议用尊严死的方式让奎正好生离开这个世界。 但秀南不愿意,他坚信只要缴清剩下的治疗费用,医生就会救下奎正。 为了凑齐医疗费,秀南将买来的房子出租,同时不停地工作。 但心有余儿力不足,秀南无奈,只能把房子给卖掉了。 就在这时,他遇到一个机遇,秀南居住的那片地方正好是政府准备拆迁的区域。 如果政策实行下来,秀南能分到一大笔钱,这样医疗费就有着落了。 但是有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医生,当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,不在拆迁名单中, 立马怂恿居民们一起示威给政府施加压力,妄想一次得到利益。 心理医生啥都不会,就是口才好,随便几句话煽动一番, 居民就成为他所利用的工具。 拆迁受到阻碍,秀南拿不到钱。 无奈之下,他只能听从负责人的指示,拿着署名书去找居民签字。 起初事情还挺顺利,直到遇见一名老兵,他没在拆迁名单中, 刚好还是心理医生的同伙。 老兵看见秀南所做的事,立马一拳打在他的脸上,受伤的秀南只能离开。 他蹲在路边哭泣,随后将被老兵撕坏的署名书揉成一团, 用打火机点燃,扔向示威的横幅。 本来只是想宣泄一下,谁知这一举动,竟无意间把老兵给炸死了。 心理医生觉得事有蹊跷,便使唤一名壮汉去调查, 通过监控录像,大汉认定秀南有充分的嫌疑, 于是趁他不备将其绑架,用电玉斗烫着秀南的大腿一起来折磨他。 大汉准备先囚禁秀南,等拆迁结果出来后, 再把他移交给警察。 待了两周之后,因出于对魁正的担心,秀南施展绝技, 成功将大汉杀掉。重获自由后,秀南先去医院照料魁正, 随后动身回家休息。 谁知刚到家门口,就有两名警察已等候多时。 警察前来审问秀南是否知晓老兵的死, 因为两人通过监控,知道事发前不久,秀南曾出现在那片区域, 而秀南当然没有说出真相,反倒利用悲惨的境遇, 博取警察的同情,为了拿到拆迁款,秀南决定杀掉蛊惑人心的心理医生。 他先来到了治疗室,将医生五花大绑, 然后为他吃下河豚毒,导致对方中毒致死。 心理医生死后,示威也结束了,秀南成功拿到一大笔钱, 付掉剩下的医药费。 但命案的发生,让秀南又被警察给盯上, 他不想前功尽弃,便抽出匕首,杀掉前来审问的两名警察。 虽然缴清所有的医疗费,但医生仍是无计可施。 秀南便带着魁正离开医院,骑着粉红色小车一起去浪迹天涯。 生活的酸甜苦辣百态百味,人不得不品尝一番。 艰难的逆境锻造出一颗执着的心,痛苦终究会降临。 人需要做好觉悟,迎接千疮百孔的世界。 爱情容易令人盲目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 那般不舍,不过是放不下罢了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雷哥。